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徐导来,我是老徐 我们这期节目我们来说说航空航天上的成就 我们应该说新闻大家都看到了 是昨天时间下午是3点54分 神舟12号载人飞船顺利的进入轨道以后 和之前已经成功发射的天河号核心舱 和天舟2号的货运飞船完成了三舱的组合体 整个的时间对接过程是历时6.5个小时 应该说是令人感到振奋 天河号核心舱发射以来是三名宇航员 包括涅海胜在内的三个人的工作小组 已经从神舟飞船进入了核心舱 之后的一年多,今年到明年两年的时间之内 大家还将看到有10次的发射任务 整个完成以后的话 我们自己的空间站叫天宫 天宫的空间站应该是一个大十字 然后现在是树的轴已经有了 天河号核心舱 然后天舟的货运 包括神舟载人飞船 横向的还会有一些新的东西进来 应该说整个的消息 我们来这个评价一下吧 这个做一个点评啊 那我自己肯定不是不是专专业的这个航空航天这方面的这个人士吧 但是我对这个消息啊还是感到非常的兴奋啊 因为像航空航天这种这个技术呢 包括航空来说也是一样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C919 调适中吧 很快我们自己国内航空就要用了 而且C开头的这个字母也很好 因为你看空客A开头的对吧 B就是波音 C那就是中国嘛 而且C又是China 所以C919这个很好 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又好记 这个寓意又好啊 这个就是证明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啊 已经到了这个一定的层面啊 这个关于这个火箭身上去啊 我还想这个多说几句啊 比如说大家看这个火箭啊 这个最身上去前面有一有一节比较尖的啊 这个尖的部分呢 就是说它是这个这个是有这个载人飞船啊 这个就是载人飞船的这个船舱 前面最尖的那个部分呢 其实是它的一个逃生藏啊 就是发生如果发生任何的意外的话呢 这个就是从这个里面啊 会弹射出去啊 然后这个确保宇航员的这个安全 培养一个宇航员的话 这个都是科学家啊 这个代价这个精力都是花的很大的 像这个就此发射的这个聂海森在内的这个三个宇航员啊 聂海森是博士学历 另外两个宇航员的也是硕士学历啊 所以说这个学历都是非常非常高的科学家啊 不单单只是一个身体强壮的一个宇航员而已啊 他不单要接受身体上的训练 而且本身的知识啊 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学问也是非常高 包括说这个对接的这个过程啊 其实也是惊心动魄啊 大家看这个镜头的转播啊 或者看那个模拟动画啊 感觉就是慢慢上去 一下子接住啊 其实整个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啊 他的这个速度是多快呢 是枪打出去子弹的速度的八倍 而且你想离地球是那么的遥远 你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 但是你从这么远来说啊 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万里穿针啊 非常的了不起 现在我们的这个天宫号的这个这个空间站啊 这个如果建成以后的话 整个的这个技术 包括说我们里面使用的这个 给宇航员的这个配备的条件啊 包括说你你方便于这个科学研究的这种条件啊 远胜于几十几十年前的那个国际空间站啊 现在这个是美国苏联加拿大啊 包括英国其他几个国家联合搞的吧 联合在一起搞的 这个空间站啊 其实一度对中国来说啊 好东西都藏起来了 都是都是一开始就就不跟你这个走得很近啊 感觉跟你这个意识形态又不一样 对吧 但是正是因为美国这个包括前苏联 对我们的这个封锁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人是 是宝剑膜从盐锋利啊 梅花香自苦寒来 埋头苦干 我们自己研究 你看现在取得的这个成就是惊人 飞跃式的取得的是这种进步的成就啊 令人感到这个兴奋 所以所以这个咱们再说回来啊 这个咱们还是先说一说这个火箭本身啊 你看那个火箭 大家如果跟我一样是看那个直播 或者说你在网上看到这个火箭倒计时30秒钟20秒钟 然后然后10秒钟开始这个倒计时的这个发射的这个过程 应该说目前的这个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 送人上去再回来啊 包括聂海生啊 杨立伟啊都已经成功的去过好几次了 但是你只要看那个过程啊 还是会有一丝紧张啊 像火箭发射这种任务永远是这样的啊 还是会有一丝紧张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包括其他的国家啊 只要有发射任务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你看这个火箭发射啊 它这个下面喷火的那个地方 它出现的这个火焰啊 它是一节一节一节的 这个因为呢 它使用的是一个液态氢的一个燃料 而整个的这个喷射出来火焰的这个温度呢 达到3000度 据说为了确保这个发射任务成功呢 是它有两组这个交汇的线路 也就是说一组线路走不通的话呢 就走另外一组线路 有些火箭内部甚至有三组线路啊 再多加一组 就是要确保这个发射的任务一定要成功啊 上去脱掉 然后再上去 最前面的那个才是真正的那个航天飞船 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火箭的这个发射啊 它神奇的地方就在于说啊 它必须是要在600秒之内突破大气层 不然的话呢 你会被吸回来 你就会被吸回来 就是10分钟嘛 10分钟之内你要突破这个大气层 而你要确保这个600秒的这个承受的这个巨大的压力啊 它火箭上的每一个部件的使用寿命呢 据说要达到600个小时以上 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行呃 神舟载人飞船 神舟12号 已经第12号 还要再回来的嘛 所以它的整个的质量一定要过关啊 目前来说的话呢 这个因为我们整个在这方面的技术经验技术啊 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说应该还是比较的 令人还是有一些信心吧 像我这种完全航空航天知识什么都不懂的人啊 我我我都觉得有点信心啊 但是我一直对这个火箭发射本身呢 我其实挺感兴趣的 因为你想它这个喷射出来的这个部分要3000度的温度啊 3000度是什么概念啊 1000度是炼钢 岩浆的温度是不到1000度 800多度吧 800多度 火焰的温度呢 大家知道火焰啊 它温度最高的是外焰 焰心内焰外焰 内焰是最低 甚至不到100啊 几十100200 内焰的高一点最高是外焰外焰的最高据说有1000多度啊 但是不管是这个里面的哪一种 它其实都到不了3000 3000度呢 因为它是使用 它是因为是燃烧的是液态氢 这里面有个问题啊 那么你3000度你怎么确保这个火箭的这个推射器的这个尾巴不被烧掉呢 因为你如果被烧掉的话肯定会影响发射嘛 对吧 那有人说是不是因为稀有金属的关系耐高温 这个呢 你这个答案呢 应该说是能够得几分的分数啊 跟我想的一开始有点像 但是不对啊 为什么因为你 第一你首先稀有金属肯定很贵嘛 对吧 火箭那么大一个旁人大物 比如说你说我们这一次 这个长征长征二号这个推上去的这个载人飞船 八吨 八吨的话你想 如果你是轿车的话 差不多两吨不到 SUV的话差不多两吨 也就是四到五辆的这个汽车的这个重量 旁人大物送上去 那你想这个金属 你这个下面 你要费很多材料 这是第一 第二即便是你有这个稀有金属的话 你很难确保说它在一定的高温下面 它不会发生这个性状的改变啊 那这个这个就是说 可能是从思路上来说是不对的 那么目前科学家其实是怎么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呢 就是用的是这个燃料本身的这个特性 因为液态氢本身啊 它在液态的这个状态下面啊 200-251度 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火箭的这个这个推设的这个底座啊 它内部来说是一个常温 外面的是一个超高温啊 就是在这种这个同时确保内部的 常温的稳定下的这个基础上 然后呢是外面的是完美的燃烧超高温 保证啊这个把这个火箭推上去啊 那么再说一说这火箭的里面吧 里面的话大家其实看到现在整个条件都已经比以前要好了 比如说这个有这个宽敞的这个地方啊 不像以前这个发射上去啊 这个三个人是挤在一起的啊 现在来说呢每一个这个宇航员呢自己都有这个独立的房间 而且呢还有这个有自行车给他们锻炼啊 因为这次上去的话呢要待三个月啊 那么以后看起来的话呢可能就是三个月是一个工作组啊 三个月换一下三个月换一班 目前据我所知呢我们已经为了这个天宫这个天宫的这个空间站啊 已经储备了至少是12名科学家啊 谁的状态好谁上谁的状态好就轮换啊 他也是一个轮轮换的一个阵容 你在上面三个月如果你是完全是失重的话啊 你的这个肌肉啊据说要萎缩40% 所以大家看那个马特戴蒙那个火星救援里面也是一样嘛 他也是在骑那个自行车啊 那么现在呢应该说随着这个科技啊条件越来越好啊 这个宇航员的这个也是他的这个身体状态呢也是确保的越来越好 而且吃的东西的话呢也有120多种 不像以前最早给宇航员吃的好像都是像牙膏啊挤出来的那样的东西啊 那现在呢就是说包括像这个各种口味啊什么鱼香肉 司工饱鸡丁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食物其实都有了啊 应该说这个营养上也是得到确保了非常的好 那么那么咱们再说说这个航空航天这件事情 它跟这个我们平时聊的这个政治有什么关系啊 那应该说本身的这是科技的探索 大家要知道这个在人类第一次去太空啊 它其实并不是出于对这个太空的这个探秘 而是完全是出于这个冷战时期的这个军事装备啊 这种冷战时期的这个气氛 那就是在前苏联1961年嘛 大家知道这个加加林161年的4月12号 前苏联的宇航员加加林 他在太空啊发射成功以后的话停留了108分钟回来了 据说当时他的这个领导找过他 而且跟他坦诚的说是这次发射的这个成功概率啊不到20啊 就是80%要失败的 你要不要去 但是出于当时冷战的这种气氛 他出于这个国家利益啊 毅然决然的是选择要赌一把 结果呢是开创了人类这个探索这个宇宙的这个历史 包括后来我们看到美国也跟进了啊 这个他的这个阿姆特朗有这个阿波罗发射计划嘛 这个我自己一小步人类一大步啊 当然现在这句话已经被贴到这个南厕所的小便池了啊 就是让你文明小便啊 开个玩笑 那么你说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这种 这个航空的这种竞赛啊 其实也是你科技实力的一个体现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重要性 就说一个很简单道理 你想你能够把一个飞船把一个火箭把一个卫星 你能够很准确的送到轨道上 那我今天要是发一个核武器的话呢 对吧 就你你从这个里面你能够推射的出来啊 包括说还有一些这个异想天开的一些武器 比如说以前那个好莱坞出来的 美国的那个总统里根 最后把这个戈尔巴乔忽悠的这个 把苏联解体了啊 所以他是美国历史上这个呼声呼声拥护律 拥受人民爱戴程度是第二高的总统 第一的就是那个罗斯福啊 打赢二战的那个 这个里根其实当时就有一个异想天开的一个 一个一个星战计划 那么里面呢其实有一点就提到说啊 他说当时是准备要从这个太空啊 把这个武器发上去 然后用这个激光镭射打下来摧毁某些 这个他需要摧毁的一些建筑或者是目标 但是从这个大家一致就是承诺啊 不能够对这个不能够使用核武器啊 就是那么他的这个计划就流产了 没有通过啊 因为你这个做法跟核武器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你这个毁灭的这个 对这个国家跟人民造成的伤害太大了 因为你一定是没有办法控制那么精准的啊 那么这个步行以后的话呢 他曾经还想我就不用激光啊 我用这个超强超硬的这个乌啊 乌打造出来的这个乌缸压成这个缸条 也是几吨重的送上去啊 然后我把这个乌缸啊 从太空这么高的这个高度啊 我设下来啊 把你地球是弄一个很穿穿一个透鲜凉吧 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也没有得逞啊 也没有得逞 那么在这个两个奇怪的这个插曲过后呢 人类啊开始变得理智起来 开始意识到啊 随着人类的这种不停的这种内部争斗啊 不停的升级以后 总有一天啊 这个地球要被自己毁在手里面啊 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整个的这个核武器啊 它是用来吓人的 它是用来吓人 而且自从有了这个联合国的武场以后的话呢 大家开始对这个核武器 尤其是对于这个世界大战啊 开始有一个这个控制 应该说到今天这一步的话呢 没有一个国家还愿意回到以前那种世界混战的那种局面里面啊 因为就算是你打赢以后的话 其实你想一想 你要重建一个地方 你要慢慢的再起来的话 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漫长 而且残忍的啊 能人类通过这个漫长的这个生物自然进化 能够走到今天这步不容易啊 应该说很不容易 所以没有必要啊 这个自相残杀毁灭啊 还是有些事情啊 还是可以把这个矛盾跟冲突啊 控制在一定的这个范围里面啊 当然这个扯远了 咱们还是说这个航空航天有关的啊 俄罗斯这一块的话呢 其实跟中国的合作啊 其实走得很近 比如说俄罗斯跟中国呢 就是有一个在2030年啊 我们会有一个在南极 当然不是地球南极 是在月亮的南极 会建一个永久性的基站 这个是出一个什么考虑呢 因为因为月亮的南极的考虑啊 那一块可能就是最有可能会有它的冰块 冰就是水嘛 大家知道如果要有生命的话一定要有水 任何的行星任何的这个星球 如果没有水的话 它是不可能有这个生命的条件的 大家为什么一直在探索这个东西呢 地球上大家知道现在是温室效应 这个越来越热嘛 对吧 任何一颗行星都会有它自身的这种规律 就是就像你每一个东西有自己的这个寿命一样 它会进入这个大冰河期小冰河期 不是在每一个时期都能够有生命的啊 大冰河期就是什么生命都没有几乎的啊 小冰河期开始慢慢化下来了 但是也是长达几十年的那种异常的寒冷 非常的痛苦啊 不知道现在这个这个温室效应 地球越来越热啊 到哪一天以后啊 这个地球整个突然它会变 所以大家一直是在探索啊 这个整个的这个平人类自身的目前的科技啊 能不能找到另外一个有生存条件的这种星球啊 那么咱们说回来 2030年中国跟俄罗斯之间有这个联合的这个 就是在月亮南极一个永久基站的计划呢 今年十月份俄罗斯会发射一个这个飞船 过去呢就是探索整个的这个月亮上有没有病啊 就是为这个以后的这个 呃你算吗 九年以后的这个永久性的基站啊 做一个准备啊 包括说我知道在2024中国跟俄罗斯 还有一个小行星的一个探测的计划啊 这个小行星探测计划呢 其实就是大家知道啊 太阳系九大行星嘛 水晶地火木土天海明跟这个太阳的距离从近到远 对吧最远的是冥王星 最近的是呃水星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是九大行星 而你数不清的那些小的行星 其实不知道有多少 那么这个小行星探测计划的话呢 就是说对于那种小行星的这个运行轨迹啊 我们要掌握更多啊 掌握更多这个宇宙的这个空间环境里面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说用这个小行星本身轨道运行的这种力量啊 把我们的这个宇宙的这个航天器啊甩出去 甩出去以后的话呢 能够走到更远啊 因为大家知道太空的这个探索呢 永远是一站一站往前走 对吧 你先到月亮 哎 然后慢慢的你的这个科技实力强了以后 你看现在能到火星了 对吧 那么下一次呢 可能就是火星上要有一个这个基站 那么再往前的话呢 可能下一个是不是要到金星啊 最后呢 是不是越走越远啊 就是一站一站的往前走啊 永远是这样的 而现在呢 你可以看得到啊 就是 包括说我相信普京的心理啊 包括说我相信其他的国家 深深的意识到像这种航空航天的这个竞赛啊 已经不单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军备竞赛啊 它也是体现整个国家一个综合的科技的实力的一个象征 给你整个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个交往啊 其实它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 国家的形象从哪里来 就是从这种硬实力的方面来 航空航天就是硬实力 因为世界上200多个国家 能够有现在 你看像中国现在 我给他算下来已经三组人了 空间站一组对吧 火星探测一组 月亮是一组 因为你不可能今天这个我是天工天工的这个空间站 明天我我去研究火星的后天月亮 不可能是这样吗 这个你就你就说说明两点 第一中国的科学家确实人数够多 我们直接是三组人对吧 第二你看这个这个公有制的好处就在这儿 美国现在他现在靠的是谁 除了NASA以外他就是靠一个马斯克了 当然这个贝佐斯也也在研究啊 但是资本家是不一样的 资本家呢他是要盈利 在钱再多的资本家他也不可能无休止的烧钱 能够无休止的烧钱去做这件事 那就只有国家啊 公有制的好处还是有的 对吧 你看信资信社优越性体现出来啊 那么你说从国家层面来说 其实你也看得到很多国家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天工号这个空间站 其实都已经发来这个要求合作 一起这个科学研究的要求了 包括印度日本美国什么英国很多国家啊 但是据我知道美国我们已经这个 say no了啊 包括日本我们也已经拒绝了 这个理由就不用不用解释了嘛 这个大家都都应该知道 我相信啊现在在这个普京的心里面 其实他是非常非常明白 清楚的明白一点 就是说从以前的前苏联啊 那么强大的国家 曾经跟中国走得很近嘛 对吧 最后慢慢的远了 然后中国跟美国联合起来啊 然后这个 算是这个把这个世界的第二大国啊 给这个解体掉了吧 当然最主要是因为他们领导人自己的关系啊 然后这个走到今天世界这一步的话呢 虽然说俄罗斯空有这个以前前苏联的一个军事上的 留下来的一个股价 但是要维持这个股价的话呢 它其实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那包括昨天其实我也讲到 你看俄罗斯 它现在就是靠出口能源跟军火 来维持它的血脉 而中国呢经济蓬勃发展 所以中俄之间的贸易啊 它就是一个不对等的贸易 它对我们的这个需求叫什么 叫供应链的需求 这个是戒不掉的你知道吗 戒不掉 有一句俗话叫戒烟容易戒你难 戒不掉的 而我们对俄罗斯的需求啊 不像他那么多 因为这个地球上有天然气跟这个石油的可不是只有你俄罗斯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给他输血 你有什么好东西你来 反正这个中俄友谊假天下嘛 对吧 包括军事上 其实我们也是也是非常需要俄罗斯给我们给我们一些帮助啊 各方面的合作吧 所以你看像这种航空航天的合作 包括其他各个方面啊 普京其实深深的知道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也好 从世界发展的趋势也好 美国已经是开始开始衰老了 就像他现在选出的这个总统一样 有些事情啊开始力不从心了 就是说什么话会忘记啊 不该发火的时候发一个火啊 然后有些东西啊还还想摆一个这个大哥的样子啊 但是钱拿不出来了 对吧 而且呢确实来说有些方面啊 被人超过就超过了 超过以后还急眼了 你看啊 美国其实现在 它依然是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 毋庸置疑 但是他已经是开始走走在了一条衰落的一条路上 普京不是还说吗 我我正看见美国十分有信心的走在这个前苏联的路上啊 还说过这样的话啊 当然我们我们知道俄罗斯现在啊 还正在和美国的合作中啊 是在另外一个国际的空间站里面啊 当然也正因为那个空间站对中国技术上的封锁 然后各种各种方面的这种打压吧 中国历经图治啊 保健模从这个延峰利啊 终于是我们在航空航天取得了这种惊人的飞跃式的这个成就啊 令人感到振奋 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我还想说啊 是从中国航天的这种取得的成就啊 我就很想说我们要这个支持一下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芯片 现在其实中国的这个芯片的产业也是处于一个十分咬紧牙关 需要大家就是团结起来 需要国家的帮助啊 甚至甚至需要整个行业里面同行的这种元首 华为啊才能挺过来啊 但是我相信啊 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人 只要中国人愿意去研究一样东西 愿意去钻营一样东西 我相信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时间 能够顶得过这段时间以后一定会看到这个曙光的到来 只是说曙光到来的这一天是不是华为这两个字还在啊 当然我希望他是还在了 包括我们我我也希望整个的这个我们能够多出一些科学家啊 大家知道这个国家的这个就拿我们这个习总书记话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 他不是说习近平一个人的事啊 也不是说整个中央七常委小这个小组的事啊 真的是每一个人的事 这个倒不是不是说瞎说的 真的是每一个人的事 每一个人你做好自己自然啊 国家就能够在一个这个团结一心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前进的一个道路上面啊 多一些这种科学家 多一些这种这个物理学家 少一些这种王思聪孙一宁 这种东西啊 对整个的这个社会是没有带来任何的这个GDP增长的影响 没有任何用 他除了除了就是说安抚一下老百姓 哎你看那个有钱的人其实也跟那个什么什么一样嘛 对吧 最多起起到一个这样的用 但他对整个整个的这个社会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价值的 多一些科学家多一些对国家这种行业的支持吧 好吧还是希望能够看到我们航空航天有更多的这个好消息啊 好那这期节目的和大家就这个分享到这里 还是欢迎大家订阅收看我的频道啊 并在下方给我回复留言告诉我您的想法 好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